我們提名游錫坤院長 當政治組第一名 大家贊成嗎 贊成嗎 眾支持者面前 賴清德介紹部分區 還特別提到游錫坤 就是他心中立法院長好人選 這是否也意有所指 畢竟前一天 我們這次還是繼續 把蔡西昌送回立法院 讓他繼續做我們的副院長 或者再上一層樓 你好嗎 好 此話一出 這下游錫坤怎麼辦 畢竟這回他被排在民進黨 政治組部分區第一名 就是衝著立院龍頭寶座而來 甚至一度傳出讓政國會不滿 認為游錫坤不該是代表派系 而是公共財 據出席民進黨中指會背書 我是覺得我是態度開放 我本來原來就是有這個打算 就因為我這個年紀 你看年紀比較大 跟你們站在一起選擇長老 所以應該是要讓年輕人 有更多的聚會 說得淡然 但游錫坤可是被提名時 第一時間就說既還能犯 自當全力以赴 若是面臨黨內有其他競爭對手 不說 韓國瑜高雄賣力輔選 人氣不減即將進軍國會 當然也是衝著立院院長寶座 現在政長支持度 多份民調藍營占據第一 韓國瑜當然是熱門人選 這樣一來游錫坤可能成了洋圈立委 游錫坤院長緊羅密鼓的為黨內的立法委員 在進行複選 那麼未來誰擔任立法院的院長 我們只有一個共識 最大的共識就是總統勝選立法院過半 游錫坤自選上能犯 但也得先有犯 TVBS消化戰生理作恆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